真过意不去 买了料子还要我挑 到底是福晋 我们嫁闺女 快让你们费心了 福晋这两天找了点粮 赔不了你们 听说 憋了府上丢东西了 真是的 福晋身体又不合适 丢的东西 已经知道谁拿了 其实拿了剑的人 能自己把剑放回去 背了爷给面子 已经不醉酒了 那就好 有时候 这吓人手脚不干净 也是挺烦人的 背了爷的意思是 再好的人也有犯错的时候 有的错误不仅是害了自己 还连累了全家人 有时候这心也不能太软 是啊 好比说最近这里出了个杀人的 背了爷就觉得饶不过他 城里也会出这种事 可不是 凶手就是当年毒害我恩兄李牧白师父的女贼 昨日夜里把一个罪捕他好多年的捕头给杀了 女贼有这么大本事 那都新鲜 怎么 你说他杀的是个官差 是被闪个人的名捕 化妆成江湖卖艺的 一路跟上北京城里来的 我瞎说啊 偷奸杀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应该是不至于 这个盗奸人 很不寻常 应该不会这么傻的 这位是李牧白有名的侠师 这位是李牧白有名的侠师 富富,富富 富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